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这道菜是鲜虾豆腐羹 大家看啊 这道菜准备了鲜虾 酱汁豆腐 还有鸡蛋 水淀粉 还有小葱 这道菜既补钙又有营养 我们现在开始做 现在呢 我把火打开 做好水 趁水没开啊 我把这个虾擀一下刀 现在啊 这个水已经开了 先把这个豆腐倒里 先煮一下豆腐啊 因为这个虾啊 刚才已经超过了 去去腥味 所以这个呢 可以后放 现在呢 我们放一点盐 现在呢 已经煮的差不多了啊 我们先放一点水淀粉 再淋上一个鸡蛋 这个时候啊 就可以关火了 关火之后 淋上一点香油 最后撒上一点小葱 这个你也可以 不用葱啊 什么小白菜啊 菠菜啊 油菜都可以 现在我把它盛出来 好 我们这道 鲜虾豆腐羹 做好了 要想获取更多营养菜 请扫码获取 请您和我们一起 进入今天的节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说 青出于蓝 而胜于蓝 豆腐和大豆的营养 有何区别 它的口感就跟滑那里 营养成分呢 更容易吸收 酱汁 防血栓的一个 好防手 豆腐又有什么独到之处呢 一边是天使 一边是蘑菇 对不对 它在肠道的吸收过程当中 就可以跟胆固成进展 走进本期节目 跟随铁峰老师一探豆腐的秘密 健康饮食服从口入 大家好 我是王振华 首先请出大家的老朋友 中医养生营养师铁峰老师 铁峰老师好 观众朋友 大家好 铁峰 临床医学毕业 中医养生营养师 国家一级播音员 主持健康服务节目28年 同时呢 欢迎两位观察员 铁峰老师啊 这个前几期节目啊 我们都在答题 好多人参与啊 又是查资料 又是记笔记的 特别的认真啊 对 这个咱们的答题系统啊 说实话 有点坑人 每次进入答题系统 这个题目都是从题库里 随机抽取 嗯 每次都不一样 本来啊 这几道我都学明白了 嗯嗯嗯 你下次再进来的时候 获题了 嗯 所以你要想 都答对 嗯 两条 第一 认真看节目 嗯 第二 记笔记 嗯 争取把每道题的这个核心啊 哎呀 这答案都给他记下来 铁峰老师 哦 你千万别说抄笔记这事啊 哦 嗯 现在还生气 哦 哎呀 你说啊 就是在我这个这微信群里啊 哦 很多人都在这个晒 说这个记那个笔记 他他那笔记是晒出来 对晒出来的 本来我是认认真真做作业是吧 嗯 哎我同桌啊 啥不干 又抄我的 嗯嗯 我觉得啊 没有必要藏着掖着 嗯 是吧 这个不是考试 还成绩 我们这个就叫做互相借鉴 共同进步 对 而是提醒大家啊 今天是答题的最后一天了 明天答题通道就要关闭 现在啊就抓紧时间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添加我们的官方微信 通过链接进入答题系统 连续回答对五道题 最高可得千元红包 并且还能额外免费的 砸一次金蛋 金蛋内的奖品 有一升菌 胺糖 多种维生素 蛋白粉等超多 膳食好物 等你领取 嗯 我第一天我就参与答题了 嗯 你们看看啊 我这啊 给你们写杯一下啊 这不是红包 看看 不是一个 你看我这么多红包呢 是不是 所以我这啊 是我们全家人都参与了 所以我们全家人 还运气特别好啊 嗯 我说你怎么三包去 是啊 我们三个人啊 我们全家三口人 每个人都领到一份 嗯 嗯 嗯 其实吧 我跟你们说不是炫耀啊 嗯 我家里还有什么得到的奖米啊 一升菌 安糖 蛋白粉 哎呀 还有很多 还没记过来呢 我等着呢啊 就是要催你们快点记的啊 真是 帕姨这还不是炫耀 嗯 这还不是炫耀 这就是在炫耀 剪组都要被帕姨掏空了 这吧 我这几天啊 就把我答题这个事 在我们小区里 我到处宣传 我估计明天啊 我们小区都要快 人手一份奖品了 我估计差不多啊 哎呀 好家伙 薅羊毛大军来扫荡 祖团了 我这个人啊 是金钱如粪 有 对 我不关心那红包的事 我更看重了学习知识 那位老师这个 前几期的血管心道夫 我们都揭秘完了 现在呢 就差这最后一个 还没亮相呢 是不是得把这个压轴的 请过来了呀 其实我们这个活动 挺有意思 其实我看这个提把 特别像我们那个节目单 你看这个洋葱开场 开场 一下子就激发了观众 对这个食材的兴趣 对呀 是吧 这个二块是一个黄豆 大家更加的 把观众的注意力 吸引过来 是吧 我们这中流砥柱腰子上是大蒜 腰 是吧 叫腰子 这个腰子 这个你看 这个压轴的是木耳 那我们的大轴是什么呢 就更加值得大家期待了 我们一般以为压轴都是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是大轴 看看今天大轴是什么 冯主揭晓一下 那咱们来看看这个大轴 豆腐 哎呦 竟然是豆腐 那这个我就想问一问了 是吧 为什么 咱这个大轴是豆腐呢 不像大轴 看不像了 它是软的 你说它跟黄豆有什么区别 是 大轴有点软 便宜了 是啊 没想到对吧 其实这里有多种寓意 首先豆腐是好东西 对吧 豆腐是由黄豆制作出来的 那么和黄豆比起来 豆腐的这个生物利用度更高 如果按照每100克营养物质来比较的话 黄豆的营养含量要多一些 为什么呢 因为豆腐它里面的水分比较多 但这个豆腐呢 它也有它的优势 你比如说跟黄豆比起来 豆腐的营养更容易吸收 更精华 豆腐的膳食纤维被破坏 它的膜 对吧 它的口感就更滑嫩了 营养成分呢 更容易吸收 它的生物利用度 比黄豆要高一大截 而且 豆腐它是酱汁 防血栓的一个好帮手 为啥说这话呢 因为它里面有这物质 这个物质叫植物栽醇 这个东西它可以帮助我们调节 这个我给大家拿道具看一下 这是胆固醇 这是植物栽醇 这叫什么老师 一边是天使 一边是魔鬼 对不对 这是个小恶魔 是啊 小恶魔 这就是一个小天使 对吧 对吧 调答就这个意思 孟竹刚才这个形容 恰到好处 我给大家详细解释一下这个植物栽醇和胆固醇之间的关系 首先明确说 它们是一种竞争关系 竞争关系 水火不容 这个植物栽醇的物理化学特性和胆固醇非常接近 这样一来呢 它在肠道的吸收过程当中就可以跟胆固醇竞争 说白点吧 胆固醇和植物栽醇它是一对冤家 但是老天爷只给他们在肠道里安排了一个座位 而且呢 这个坏胆固醇呢 它有个谋碑 就这一个座位 你抢上 你好好坐着不就完了吗 它不 它坐一会儿 它站起来溜溜的 坐一会儿 站起来溜溜的 它只要一动 那植物栽醇 就会抢在这位置 而植物栽醇有个特点 它屁股特别沉 它要是站住这位置 基本上不动 这样一来 在我们人体内的竞争当中 这个植物栽醇 一旦把坏胆固醇站在那个位置给占了 坏胆固醇就没地方了 扶贫啊 无根之草了 它就会随着我们的体液代谢 离开人体 这样血液当中 坏胆固醇的浓度不就低了吗 浓度低了 它在血管里积蓄的不就少了吗 坏胆固醇越少 我们的心脑血管不就越健康吗 有道理 它就这个这么一个过程 而我说的这些啊 是有科学论证 植物栽醇能够降低 这个总胆固醇和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这是科学结果 这不是我心口开合 有临床实验 一个人如果每天能够摄入2.5克到3克的植物栽醇 可以降低血液里低密度脂蛋白 10%到25% 这个比例不小啊 我跟大家讲 一个人一天如果是吃一粒 他听累的药物 20毫克的 能够降低血液里低密度脂蛋白 43%到57% 那是药啊 那是有肝损伤的 这个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啊 这个植物栽醇这么一来 就相当于把胆固醇晾在一边了 最后的没被吸收的胆固醇 就自然的就被排除体外了 对 就是这个意思 而且这个植物栽醇啊 它能抗眼 能生发氧发 您这不是没有头 您这是剃了 头查我都看见了 这个能抗氧化 能够促进皮肤新陈态界 什么意思 假如受伤 割口子 皮肤长得快 它能够抑制皮肤炎症 能够增强毛细血管的循环 能够阻止胆结石形成 另外 植物栽醇还可以防止皮肤老化 能够 植物栽醇在体内浓度要够的话 太阳晒不容易出风般 真厉害 所以说这个植物栽醇 它这个作用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血栓形成的原因 就是因为血管内有盐性反应 就以前给大家讲过 一个地方的血管 一旦出现盐性反应 血管就会破裂 就会粘 就会把油脂粘在一起 就会形成半块 就是这样一个过程 提到这个斑块 很多人心里就是咯噔一下 特别是我 受过伤了 是 我们节目当中 其实分享了很多自测 关于血管状态的自测 今天我们再教给大家 一个自测的小方法 非常简单 大家可以跟我一起来看一下 膳食营养月考 邀您来考 只要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添加节目微信 即可进入答题系统 答对五道题目 即可获得栏目组送出的 最高一千元的大红包 同时还有一次 砸金蛋的机会 金蛋当中 包含了益生菌 氨糖 多种维生素 蛋白粉等超多膳食好物 等你领 砸到哪种 我们就给您油哪种 考试涉及的所有问题 将在近期的电视节目 及网络直播中 为大家全部讲解 赶快拿好笔和纸记录吧 答对题 得奖品 赢荣誉 还等什么呢 赶快叫上身边的朋友 开始答题 我们先将两腿伸直 用这个皮尺 就是这软尺 我们测量一下 这个双侧膝盖以下 10厘米左右 这个小腿的周近 周长 如果这两条腿周长 差距超过3厘米 你就得警惕 可能存在着血栓的风险 所以这俩腿不一样 另外得观察什么呢 小腿有没有色素沉着 有没有疼痛 这些症状表现 如果你平时有这些问题 一定建议你到医院做一个下肢 这个动脉静脉的采超 进一步的明确自己的情况 铁方老师 您教的这些自测的这个手段的真不错 我记得以前还有握手掌呢 对 抬胳膊的 还有这个鼠楼梯蛋 总之 往期节目中介绍了非常多的 这种实用的自测技巧 观众朋友 您只要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添加我们的官方微信 我们把往期所有的自测小办法 加上本期介绍的小腿自测方法 一起打包发送给您 我们这个群 就有人听了铁方老师讲解的这个自测方法 然后上医院就真查出有问题来了 他后来呢还跟我们群主发了一条反馈 这是一条语音 我点开大家一块听一下 铁方老师 太感谢您了 我之前吧 看你在节目里教大家那个抬手臂自测心脏 我当时看吧 还没太在意 后来吧 我越来就是越想我就越觉得 我平时心脏我就不舒服 然后我就扫码加班戏 然后来测这个手臂这个方法 一次我才发现 我这个手臂吧 这血管还真挺明显的 后来我检查 真是心脏出问题了 然后医生都说 我说多亏你发现得早 现在吧 你开始调理吧 问题还不大 所以吧 我真的要感谢铁方老师的指点了 哎呀铁方老师 您的这些自测方法 真的是非常有用 这个为了我的情况 其实我也记着 那他比较特殊嘛 那块是我给他展示的 如果观众朋友需要 可以扫二维码 加节目微信 这些呢我曾经在节目里提到过的自测手段 包括各个脏腑的关节的神经的都已经整理齐全 现在加微信就可以把之前所有的精华部分打包带走 哎呦这可太好了 这是弥补往期的遗憾了 但是老师 今天我肚子的遗憾 您是不是也得帮我补一补 开始催菜了 对呀 今天我估计必须是用豆腐做的菜了 是吧 我现在也想赶紧啊 吸收点豆腐里的植物栽醇 又能减少胆固醇的吸收 又能阻碍这个低密度脂蛋白的合成 而且还能抗炎预防这个血栓的形成 铁方老师 今天您是想用豆腐给我们做什么美食呢 我是这么想的啊 做个下饭菜 好 麻婆豆腐 你别看这个麻婆豆腐啊 痛红的 其实严格来讲 这道菜不算炒菜 它用的油量其实很少 它主要是用炖煮的方法做出来的 所以它算是既美味又健康的一个菜 大家只要一步一步跟着我们做 保准做出来的味儿比饭店的还好吃 哎呀 这一下把大家的蝉虫都勾出来了 那么我们现在就一同到第二现场去学习学习吧 可心 准备好了吗 铁方老师 我已经准备好了 大家好 我是可心 今天呢 我为您带来的这道菜是麻婆豆腐 麻婆豆腐这道菜呀 可以说是川菜当中的传统经典之作 那么如何在家能制作出饭店里的麻婆豆腐的口味呢 好 接下来跟随着我一起往下看 市面上啊 常见的豆腐啊 有卤水豆腐还有这个石膏点的豆腐 卤水豆腐呢 它是盐卤点的啊 看起来要黄一点 要粗糙一点 这个豆腥味要大一些 这个石膏豆腐呢 它石膏点的价 它看着特别白嫩 很细 味道要淡一些 下面呢 我们将豆腐粗略的转一转 我们将小葱切成葱末 姜切成姜末 再切一点蒜末 首先呢 我们锅中加水 在水中加入盐以后 焯出来的豆腐呢 里面会比较滑嫩 现在呢 锅中的水啊 已经开了 我们下入豆腐 姜文老师 那我选哪种啊 选哪种 其实都行 营养成分 其实是一样的 你自己酌情 你随便买哪个都行 你爱吃哪个 你买哪个啊 买完之后吧 反正你闻闻 有没有异味啊 摸着 黏不黏啊 这个是判断豆腐 是否新鲜的 这么一个经验啊 不要买那种 特别白的豆腐啊 豆腐的本色 应该是乳白色 特别洁白的豆腐吧 它有可 白糖提鲜 白胡椒粉 下入焯好的豆腐 下面呢 我们用水淀粉 将汤汁粘稠 下入煸好的牛肉末 关火 还有香葱 这道麻盆豆腐 就为您制作完成了 战时营养月考 邀您来考 只要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添加节目微信 即可进入答题系统 答对五道题目 即可获得栏目组送出的 最高一千元的大红包 同时还有一次砸金蛋的机会 金蛋当中包含了益生菌 鞍糖 多种维生素 蛋白粉等超多膳食好物 等你领 杂到哪种 我们就给您有哪种 考试涉及的所有问题 将在近期的电视节目 及网络直播中 为大家全部讲解 赶快拿好笔和纸记录吧 答对题 得奖品 赢荣誉 还等什么呢 赶快叫上身边的朋友 开始答题 健康饮食服从口入 欢迎继续收看本期节目 今天可新制作的这个麻婆豆腐 隔着屏幕都能闻到香味 如果您没记住这道麻婆豆腐的具体制作步骤 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添加节目微信 发送麻婆豆腐就能获得具体的步骤 同时也不要忘记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添加我们的官方微信 通过链接进入答题系统 连续回答对五道题 就可获得千元红包 并且还能额外免费的 砸一次金蛋 金蛋内的奖品 有益生菌 胺糖 多种维生素 蛋白粉等等 超多膳食好物 等着您领取 今天是答题活动的最后一天 抓紧时间参与吧 这么快啊 今天都是最后一天了 那我这个家里人身边人 是全参加了 现在是人手一份奖品 所以现在只能动员一些 没有看过节目的新朋友 一起来看我们的节目 参与有奖答题 那这次这个活动奖品 这么的丰厚 千万不能错过 这个奖品的价格属实不低 而且答对五题就能免费领取 活动门槛也是非常的低 而且很多人都在群里 发这几天的答题笔记 答题攻略 现在咱们微信群里的标准答案 是满天飞 扫二维码进群就能看到 真是的 你看我 当初都是靠自己的真本事来答题的 这最后一天答题成了开照考试了 今天要是参与 那简直太容易了 真简单 对 就是答题呀 得奖不得吧 是 重要还是学习知识 只有认真做笔记的 才是把学习知识 把这个知识学到脑子里 哎呀老头子 你赶紧早点答题砸进蛋呢 奖品可丰厚了 答什么答 根本就没有奖品 你可别瞎弄 你看 怎么没有奖品呢 这不都是我得的奖品吗 还有这红包 这还有没邮寄来的奖品呢 什么奖品呢 肯定都是几毛钱的奖品 别糊弄人了 不是糊弄人的 这我都查过了 这奖品价值都小一百块钱呢 还有那个红包 额度特别高 又有人中了那个 近千元的大奖呢 真有这种好事啊 我也要参加答题砸进蛋 你必须扫描屏幕下二维码 添加微信好友 点击答题链接 然后连续答对五道题 就能进入砸进蛋环节 众多好物等你来难 哎呀真能中奖啊 我砸到个大红包 咱们的答题热情 现在是十分高涨啊 因为是最后一天了嘛 很多朋友看到身边人 已经拿到了奖品的快递 现在都赶着最后一天 参与活动 但活动归活动 我们还是要解决 微友的提问 老师我这有一个微友 叫做好运来啊 他说老师看了你的节目 我今晚就要做豆腐了 但是豆腐和什么食材 不能一起吃呢 我觉得大家都挺关心 这个问题的 但是现在很多人受我们的节目影响啊 什么东西能吃 什么东西不能吃 这是有意识了 跟大家讲 豆腐不能跟草酸含量高的食品一块吃 芹菜 韭菜 焦白煮嘴 再有就是跟肉酸高的食品不能一起吃 是的 这个茶叶 青香蕉 这都不行 因为豆腐里最主要的 钙含量很高啊 对吧 你跟这些酸性物质一碰 它就变成硬嘎的 形成结实 其实高钙的食品呢 还有各种钙片 都不能跟这些酸性的食物一起吃 这是个经验 最起码要间隔一两个小时以上才行 两位老师 咱们现在再来解决一条 我这边的问题呗 有一位叫如墨的威友 他提问了 他说这几天呢 牙疼 就想问问用什么方法 把这个牙能止疼啊 是这样的 就大多数人在面对牙疼这个问题 首先想到的用点什么药 先镇痛 单纯靠意志抵挡牙疼 挺难的 那这个人我很佩服 这么做对不对 对 但是你不能光吃止疼药 嗯嗯 再有一个 我其实这么多年一直反对大家吃各种各样的止疼药 嗯 为什么 这种就止疼药特别上瓣 嗯 特别上瓣 我对各种止疼药是极其排斥的啊 所以能不吃尽量不吃 那真疼的时候怎么办 我教给大家一个招 不用吃止疼药 那我们有一个穴位叫河骨 嗯 两个指 连线这个地方 河骨 嗯 河骨穴 这个 真疼的时候 又没有什么办法来处理 又不能上医院 嗯 怎么办 掐这个 河骨 掐这个穴位 嗯 就这两个指 沿线这个 相较这个 这个 但是注意 掐的时候这个力度要掌握好 嗯 别死命地掐啊 嗯 我小时候曾经死命地掐过 嗯 结果掐完肿起来了 比我手受的伤害大 嗯 就是要 适度 嗯 但是要长期按压 嗯 按住 咱就不擦手 嗯 我累了 累了换着掐这手 嗯 嗯 嗯 这俩学位 都有用 它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 缓解疼痛的 但是话说回来 记住 牙疼了 第一时间 能上医院 尽量上医院 嗯 因为大多数牙疼 都和我们 牙齿 周围 或者是内部的牙髓 发炎有关 嗯 比如说牙髓炎 它牙髓它里边是封闭的 嗯 它感染了之后 这个细菌感染 它会有气体 嗯 导致这个牙髓里面的 压力大 压力大 压着神经 神经就一直的 这种疼痛 只有当神经完全坏死了之后 嗯 才会消失 而这个过程 很痛苦 所以 您调上医院 这个过程 我们自己根本处理不了 嗯 感谢铁锋老师的答疑解惑 最后不要忘记啊 我们的有奖答题活动 还在